一个人要达到何种思想境界才能被后世几千年称为圣人 又是怎样的卓越贡献使得在世界范围内都建立了以他命名的学府 大家好,我是莫小说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几乎奠定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儒家学派开山鼻祖孔子 传言中,孔子的身高达到了两米 而且还力大无比,身手非常的了的 海昏侯木珠果是西市中出土的七屏风上刻有孔子画像 确实十分伟岸高大 相比于春秋时期的人来说几乎称得上巨人了 想想也不难理解 如果孔子真的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在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还连年战争的春秋时期 如何能活到七十三岁寿终正寝呢 公元前551年 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他少年时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鲁国 也就是今天山东屈赴东南尼丘山附近 三岁时父亲便去世了 他跟随母亲搬到国都屈赴却里居住 我们可以想象 孤儿寡母啊在当时战争纷乱诸侯割据的社会环境下生存是十分艰难的 一次无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宫说 你的先生是圣人吧 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 孔子听说了以后说 无少也见 故多能鄙视 春秋时期 像种地这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才做的事情 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视 孔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 干过了这些粗重的活 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 正因为如此 孔子才充分地体会下层的疾苦 十分了解普通百姓的渴望和平停止战乱的愿望 孔子出生长大的鲁国是周公诞的封国 周公设政期间创立了以宗法为基 理智为体 得志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并世代传承 也正因如此 鲁国成为春秋时期保存周里最多的诸侯国 但周公创立的周里是维护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 实在无法适应春秋后期的社会状况 春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落 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各国的清大夫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诸侯国的国君又成为清大夫手中的傀儡 随着清大夫也就是是阶层的的兴起 社会里崩越坏 瓦府雷鸣 诸侯国都卷入了私事相公式夺权的斗争大潮 天子衰微 诸侯侍卫 带来的是传统周里的荒废 孔子对此痛心不已 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 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女子回答说 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 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 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 孔子问她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女子回答说 这里没有科政 孔子对弟子们说 科政比老虎还要凶猛 孔子痛恨猛于虎的科政 痛恨对于周里的破坏 剑阅 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 科报 他认为正是理智败怀 上下清零 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 崇尚周里 以人意为思想核心的孔子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 在青壮年长期郁郁不得志 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公元前497年 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礼乐社会的抱负 开始了长达14年游历各国的生涯 他到国为 曹 宋 郑 臣等诸多诸侯国 一路颠沛流离 在仆役被拘禁 得罪了宋国的权臣 困厄于陈蔡之间 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仓皇逃命 但在诸侯权益博弈如火如荼 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 孔子提倡的重振君主权威 哀义忘利 德政惠民 清姚伯父的理论实在无法让忙于争权夺利的清大夫们感兴趣 公元前484年 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鲁国 政治上的失忆和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做官的想法 转而专注于教育活动 破落贵族的身份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 但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 孔子老年广收学生 有教无类 只要能拿出十条肝肉做剑面里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据史册记载 孔子门下有弟子3000人 特别优秀的有72人 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威的人却可以凭能力积身道士阶层 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 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事的先驱 在孔子生命的最后四年 打击接踵而至 公元前483年 孔子唯一的儿子孔丽去世 因为家境停寒 只能博葬 公元前481年 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 孔子伤心地大哭 说 天丧雨 天丧雨 公元前480年 孔子最倚重的弟子子鹿死于魏国内战 死时被砍成了肉酱 十分惨烈 孔子为之大哭一场 让家人把厨房中的肉酱倒掉 害怕联想到子鹿 孔子死后 他的弟子及在传弟子们也都开学收徒 到战国时期 儒家已经发展成为 诸子百家中最兴盛的学派之一 儒家学自先情萌芽 至西汉武帝罢处百家 独尊儒术 儒学上入朝堂下进履里 逐渐在中国几千年的 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 占据主导地位 不仅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 也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从如今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 也能够看出 孔子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主要代表人物 更是对世界文明有着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作为儒学创始人 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 孔子生平可以称得上十分传奇 闻下学生以他言行编写的 论语 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 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 全书只有11705个字 却被圣语半部论语至天下 论语中蕴含的许多做人道理和处世智慧走 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民族气质 孔子的思想虽然在乱世很难被统治阶级接纳 但他在坚持理想上表现出了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信坎讲学的圣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 但作为中国历史上新办思学的第一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术民众化的人 他开启了春秋之后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式的风气 像孔门弟子那样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 以此晋升国家政治在战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由破落贵族组成低市阶层和平民市阶层融合在一起 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他的人爱义勇等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细思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正是继承与发扬了孔子所倡导的义勇精神 激励着我们中华民族在任何时代下都摆折不挠的前景 谢谢你的关注